好的 好 弟兄姐妹们晚上好啊 这个欢迎来到我们周二晚上的直播间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我们这个社员同工 是我们核心同工 然后也是在我们原创音乐社里面非常活跃的姚家姐妹 然后大家掌声欢迎 说什么邀请我一直在啊 也是一直在啊 特别棒 好好好欢迎欢迎 OK 作为人民的一块砖被搬来了 是是 OK 太棒了 好 那我们就直接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啊 我们先需要我们的嘉宾都简单的也介绍一下自己 嗯 让我们公表的认识你 好 那我就很简单的自行介绍一下 我叫姚家 今年呢就要36岁了 未婚 然后还有呢 我是基督徒 而且呢 很爱耶稣 耶稣也很爱我 好 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请提问 对那现在是在什么地方 然后在做什么工作呢 呃 现在的话我在自己家啊 这是我的living room 好了 因为我很会讲冷笑话 这个我是在北卡罗兰娜州 现在大家好像都是美国上线的哈 OK 我在美国的北卡罗兰娜州的Derm市 然后呢 我所做的本职工作呢 是在大学里 哎呀 对不起 好像这个手机就 嗯 找不见了 那个我是在大学里做统计员 然后呢 嗯 刚刚你还问什么了没有 对就是呃呃没有什么其他的 在在大学做统计员是吧 啊 对啊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 在我们教会有服饰 现在呢 在我们教会有做翻译的服饰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也在搭建我们教会的新歌创作的服饰 基本上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服饰 那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样子 嗯 OK 好 那其实我也很好奇的一个事情 就是当时我们就是原创音乐社刚成立啊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时候 就第一期的时候姚家姐妹已经参加了 但是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就是说你 哎 就觉得我参加这个原创音乐社啊 是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嗯 OK 那如果我说我当时的契机是摸鱼的话 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一期的分享过于的不属灵 而被禁止在我们网站上播出啊 我觉得应该也不至于 是 那个好 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摸鱼哈 就是呢 因为我有一个很严格的时间管理的制度 虽然说呢 常常的不能够遵守 于是就需要耶稣的宝血来遮盖 那我的时间管理的制度呢 就是我白天是不能看手机的 我白天是要工作的 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工作是要是在手机上面完成的 所以说呢 那天呢 在中午的时候 我就这个白爪挠心的进行了一下放松消遣的活动 就是打开手机来看一看 看个微信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东 然后呢 就看到了一个特别的东东 就是当时呢 我在一个群里面 这个群呢 叫做Fate to Connect 他是使者的一个事工的机构 然后他里面呢 就是有一些的人在分享关于呢 嗯 事工的事情 因为好像当时他说了一个什么 让我觉得蛮感兴趣的 所以说呢 我就说说 哎那你这个应该要有祷告的团队来给你做配搭和支持啊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呢 虽然说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创作事工 但是呢 我也有十位弟兄姊妹来做我的代导者 然后呢 很谢谢今天Stacy姊妹来 她是我的亲友团 她是我的一位代导者 非常感谢 呀 那我就这样子跟他呢 稍微有一点点的聊起来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说哎 那你创作的话呢 你要不要去参加原创音乐社 我说哦那是什么 我可以先了解一下 因为呢 我当时的状况是 我正处在一个成前起后成上起下的时间点上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就是因为当时好像是九月初 在八月的时候呢 我刚刚完成了一个比赛的投稿 然后呢 那个投稿呢 就是有包括文学作品 还有音乐作品的投稿 然后呢 那个时候呢 我一方面是在自己 做那个投稿的音乐作品的时候 搞得心力交瘁 非常的崩溃 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作戏制度 所以说那天当我发现我都十点多了 我还在那里写谱 而且我不会写的时候 我就感到非常崩溃了 然后呢 我就觉得说这样不行 我不能这样子下去 然后呢 那个投稿的比赛就结束了 然后我就想说 哦 那谁你下一步要怎么样带领我呢 我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 然后那个时候呢 就听说了这个社团的事 然后我就觉得说 好吧 那我就了解一下吧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使者是什么 然后我也不了解他里面的任何的人和事情 然后只有那一个微信群的那么一点点的连结 所以说呢 就从那里开始了 哇 这很奇妙 谁能知道是其余一次的摸鱼事件呢 这个上帝非常奇妙 所以呢 这个就摸鱼如德鱼 然后就被得人如德鱼了 哇 感谢主 好 那那那就话要说回来 你看加入了第一期了以后 那后面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 又让你继续了去尾声 然后包括现在都参加第二第三期 然后加入同工或者是就是核心的同工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 有什么就是这种动力 让你持续的觉得 哇 觉得在这里有你的这种想要做的事情 或者你有什么这样的收获在这个地方 对 OK 那如果我说呢 是因为我们的社长的个人魅力过于强大的话 会不会这一期的分享 因为过于的不属灵 所以说呢 被禁止放在网站上面呢 我觉得应该也不至于 嗯 哦 OK 不过呢 确实如果只是这个原因的话 那你们应该斥责我 而且把我赶出去 因为这叫个人崇拜和拜偶像 太不体贴神的心意了 当然是要有神的带领 OK 好 那样子的话呢 我觉得呢 就应该要讲一讲神的带领 因为呢 实际上 如果你此事很笼统的说 说一之为神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呢 就是在每一期到下一期的时候 因为呢 之前没有参加过我们社团的朋友 可能有所不知 我们是有点像真人秀 但是这么说 好像让社员压力很大哈 但是呢 就是一期和第二期之间呢 就是没有任何的尾身的 这样的承诺在里面的 就是如果你只参加一期的话 你尾身参加一期就好 你完全没有必要去再参加一期 如果你参加下一期的话呢 你可以成为同工 基本上这个样子 所以说呢 对我来说 实际上呢 并不是说一个连续的决定 而是说呢 在第一期结束之后 参加第二期就是一个决定 在第二期结束之后呢 参加第三期是一个决定 然后在第三期结束之后呢 如果要参加第四期的话呢 那是另外的一个决定 所以说呢 我会觉得说其实不是连续的 而是每次呢 我都寻求不对 我应该说呢 在第二期到第三期的时候呢 寻求了特别多的神的带领 然后很谨慎的在祷告 但是在第一期到第二期的时候呢 我就没有想这么多 因为当时呢 其实我都不知道第二期会不会有 也不知道第二期是什么时候 只是听到一个很模糊的 一个信息说 哦好 我们将来还会有第二期 然后呢 我记得是在 第一期快结束的时候吧 当时呢 我们有最后的一期的 大聚会 然后那个大聚会 就是一个总结性质的 它是让我们第一期呢 制作出来的作品呢 一起播放 然后我们社员就一起来听 然后类似于一个 总结音乐会这样子吧 然后因为呢 要制作 要花很长的时间 所以就没有像预计的那样 而是呢 就延后了 我记得可能延后了两到三个礼拜吧 具体的时间我记不太清楚 然后呢 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呢 实际上我心里边感到非常的焦虑 甚至是感到非常的崩溃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呢 实际上呢 我很留恋和这一群人呢 一起有这样的一个创作的团契 然后这个创作的团契呢 就要结束了 而且呢 也不知道将来会再有 什么时候再有 然后呢 就是不晓得是再有一个月 再有三个月 再有一年 再有三年 什么时候有下一次 我完全不晓得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觉得呢 今天好像不是很方便分享的 就是神给了我一首诗歌 因为那个对我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然后呢 就是要是陈明有时间的话 可以找一下 在Suncloud上面 有一首歌叫 向我说话 要是找不到就算了 OK 那个因为呢 在这样的状况下呢 我就学习的是交托的功课 然后呢 谢谢啊 那首诗歌叫向我说话第二版 或者是对我说话第二版 你可以把它呢 就是把我的那些歌按时间排序 然后找个试试 一个 然后 它的时间差不多是12月初吧 基本上这样子 你可以看到就八个月以前 OK 好 那我继续的来分享 那首歌呢 有两个中心的意思 第一个中心的意思呢 就是在不知道会怎么样的时候 去找神 第二个呢 就是在 其他的问题被解决以前 盼望神仙解决我心里的问题 因为实际上呢 很多时候我们借着外在的事物 来满足我们心里的需要 比如说我当时就会觉得说 如果这个社团 长长久久的存在下去 虽然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但假如说是这样的话 那我以为就能满足我心里的需要 但实际上呢 我也知道 凭着信心知道呢 是神自己 他要亲自的来满足我心里的需要 所以说呢 当时我透过这一首诗歌 想学习的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课 所以当时呢 就写了 然后呢 写完了之后 就放在我们的 Suncloud上面 那我现在呢 也想跟各位打一下广告 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社员 都有一个Suncloud 然后上面呢 可以听到我们很多的 原汁原味的诗歌 然后嗯 好那就先说这么多 虽然说随时随地软广吧 但是也不能软广的太过分 好我说到哪里了 我下面应该说什么了 一个哦我想起来了 然后呢就是在那个嗯 第一期的最后一次聚会结束之后呢 就其实过了很短的时间就收到了第二期要开始的消息 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想然后咕咚一声就跳进去了 因为呢可能是一种饥饿营销所带来的效果 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坦白的讲我没有很多的祷告和寻求 哦陈铭找到了非常感谢 那欢迎你播放一下可以吗 谢谢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一下 谢谢 当人生故声车来到最高点 下一秒要掉入茫茫深渊 人类灵魂的强度 承受不起的惧怕 天赋向我说话 向我说话 我知道你在 在我身边不是只有阴霾 向我彰显 你温柔同在 主生灵啊我恳求你来 向我说话 我就微笑尘埃 你温柔翅膀照亮一切 我不求重担立刻被挪开 先一切改变 我求你来 当我在与命运交成的字眼 世界沉默 世界沉默只有你知晓明天 月还却算谁能与我走到终点 没有你永远 没有你永久的陪伴 向我说话 我知道你在 在我身边不是只有阴霾 向我彰显 你温柔同在 主生灵啊我恳求你来 向我说话 我就微笑尘埃 你温柔翅膀照亮一切 我不求重担立刻被挪开 先一切改变 我求你来 这样子就播放完了 非常感谢 虽然说还有桥段 但是桥段的曲没写 可以悬赏 OK 好那这就是这一首的诗歌 那我回到刚刚呢 我分享到说 我觉得对我来说呢 在这样子一个社团的里面呢 有团契 对我来说是非常留恋的 非常不希望它结束的一个经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我在遇见我们的社团之前 我也有这样的寻求 我记得我参加咱们社团第一次的时候呢 有沙龙他在说 说呢创作者呢 常常都会感到孤独 然后我觉得那一句话 当时就打中了我的心 他真的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 其实他自己也许不是很孤独的 因为他有他创作的伙伴 但对我来说呢 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确实处在这种孤独感当中 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呢 很盼望在我们教会的中文堂 能够搭建一个呢 写歌的小组 但是呢 苦于我自己的能力和资源呢 都非常的不足 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做这件事 也找不到其他的呢 愿意和我来一起做这件事的人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因为我在努力的去参加 和融入英文堂的写歌的小组 那个时候呢 为什么会在这个小组呢 因为在2016年吧 我们宗派成立了 我们宗派自己的写歌的部门 然后因为他是从上到下的 所以说你不太可能期待 立刻每个教会就会有自己的 然后当时呢 我开始写歌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吧 我就感到非常非常的喜乐 和非常非常的兴奋 然后呢 我就去宗派的网站上找资源 然后就发现他有一个手册 就是写歌手册 然后呢 我就去问我们英文堂的牧师 说你们要不要用这个东西做什么 然后当时他们已经有想做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呢 那个小组就搭建了 然后呢 我发现那个小组 其实呢 他并没有让我呢 得着非常大的一个就是 帮助 我只好这么说 之所以会这样呢 是因为呢 首先当时我是在调整我的健康 所以说呢 我对我自己有很多的限制 比如说他的时间是礼拜六的时候 礼拜六下午的时候 那我就会觉得说我到那边就是绑手绑脚 我不敢做这个 我不敢做那个 因为我要守暗昔日 我守暗昔日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我精神的健康 所以说呢 我就会觉得说呢 我其实在那里呢 也没做什么 然后常常是在听人家的写的一些的歌曲 然后如果能的话提供一点自己的意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我发现 我没有恰当的语言去表达我想要说的东西 因为呢 我其实并不是因为是英文 所以说不会讲 而是我想讲的东西 我连用中文都讲不出来 然后因为我并没有学过专业的音乐 我受过的音乐教育就只有音乐课 然后还有一大部分还逃掉了 去做数学奥赛题了 所以说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虽然说圣灵给了我感动 和恩子 让我写歌 但是我常常觉得无法描述 无法用英文描述 也无法用英文 用中文描述 以至于我跟我的这些其他的组员 处在一种无法沟通的状态 我自己也很崩溃 然后他们也没有太多的帮到我 确实是有了一些帮助 但在那个时候 我知道一件事就是 我在我的界限以内 很努力的去寻求 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团体 就比如说后来 因为他们就挪到星期日下午 那我就完全没办法参加了 因为呢 星期日下午是我们中文敬拜的时间 然后呢 每个夏天呢 他们会有两到三次的 录制的时间 然后差不多就是三到四个小时吧 从上午到下午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就会去 录制的不是我的歌 但是呢 我就会在那边 就是一直听一直听 就坐在旁边呢 就是从开始听到结束 然后呢 因为他们也很欢迎我嘛 所以我就会这样做 然后当时我就会觉得说 这是我能做的 我就把我能做的要给出去 还有我也曾经尝试过 就是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因为 在美国的下午两点 就变成了在国内的半夜两点 所以我就半夜一点五十 试图爬起来 给自己上闹钟 因为当时我真的很渴慕 我真的非常非常希望 要有这样子一个团体 当然现在呢 因为健康的原因 所以我已经不能这样子做了 但是呢 就是我还记得我当时那种 寻求不到 但是非常想要寻求的那种 可以说是 desperation吧 我不知道翻译成中文 绝望是不是合适的 但是呢 当时对我来说呢 我就这样子去寻求的 所以其实呢 跟那个时候相比 现在 我觉得 在社团里做了一些事情 算不得什么 因为实际上 我非常的fulfilled 我感到呢 就是非常的有满足感 我能够感受到 虽然说我仍然没有 很专业的音乐语言 但是我们社团的设置 是让没有很专业的 音乐语言的人 也可以彼此去交流的 而且其实呢 我也是在这个社团 找到怎么样子的 去用人话 来描述我心里的 一些对音乐的感受 然后对我来说呢 可能还有 嗯 好 如果我这样子一直讲的话 我可能没有办法讲到 就是从第二期到第三期 是怎么样子过渡的 那我是不是先停在这里 好 谢谢 那也其实也可以继续的去分享 就是说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你觉得就是最大的收获 或者是你在这过程当中 嗯 有什么样的一些的 呃 启发 或者是能够 让你说 呃 因为我在听的话 我是觉得 就是说你感觉 很很珍惜 呃 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group 然后 让你就是非常的感动 然后也是想 想要继续的去 呃 维生和学习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你觉得 就是在哪些方面 你的收获是最大的 嗯 我会觉得说呢 寻找神给我的sweet spot 我们牧师曾经讲过 这样的一个道 他就说呢 每一个人呢 他在职业的选择上 可能都会有一个点 或者是几个点 当他在这个地方工作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呢 他是行在神给他的旨意中 他会觉得这个事情做的 非常的得心应手 而且很快乐 那我想呢 对我们来基督徒来说呢 这sweet spot 并不见得就是一个 你要用它来挣薪水的东西 因为我们的薪水 都是神给的 但是呢 是一件我们要在上面 花时间的事情 因为时间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觉得 是比薪水更加的宝贵 那样的话呢 就是当我们在做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能够感受到 心里边和圣灵的 这个同为印证 就是我在做 神要做的事情 我很珍视的就是 如果神给了我一个恩赐的话呢 那我一定要去使用它 我不能把它买起来 就算放在银行也好 我不能把它买起来 而且其实这个恩赐会call out 它会从你的心灵往来呼叫 它会盼望被使用 如果你不管它的话 它可能会把你烧毁 所以说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是你必须要去做点什么 会有没有跑题 好像我已经忘记了 我被问了什么问题 OK我想起来了 是什么收获 OK 那我会觉得呢 对我来说呢 就是能够有一个框架和平台 为依托来使用我的这个恩赐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也觉得呢 其实我肯定不是唯一的一个 其他的人也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状况 因为呢 像我过去在我们教会里 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孤独期 那我想可能其他的基督徒呢 也会有经历类似的孤独期 因为很坦白的讲呢 就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就会去抗拒自己这种呢 就是要接近文艺作品的这种冲动 就是觉得说 我应该先去查经 我应该先去带查经 我应该先去传福音 我应该先去带门徒 然后呢 就是过去在我心里 有这样子一个优先次序 就觉得说呢 哎 有很多事是很好的 但你在天堂也可以做啊 你在永恒里也可以做啊 只有两件事 你在地上才能做啊 而且是好事啊 什么是两件在地上才能做 在天上不能做的好事呢 能猜到吗张哲 如果有人告诉过你的话 就不要说了 所以你刚才提到了传福音和带门徒 传福音和帮助有需要的人 然后呢 就是后来其实有一次 我问一个弟兄这个问题 然后呢 他居然没有被我问住 他说结婚 我说你说的好有道理 我听无言以对 但是呢 就是我当时的思维 就不是往那个方向走的 我当时呢 就是会觉得说 哇好有道理 我要抓紧时间传福音 我要抓紧时间 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曾经要做一个选择 就是当时我有一个机会 在我们教会带 请雨如敬拜 然后带了一段时间之后 觉得很累 同时呢 我又要带学生来教会 然后我觉得说 这两件事是矛盾的 因为你要早到教会呢 去带这个请雨如敬拜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去接学生 除非你让学生 跟你一起来得很早 然后我当时又觉得说呢 那样的话可能会冒犯学生 让学生不开心 其实我都没问过 学生到底会怎么想 然后呢 就是那个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选择 就是我要放弃敬拜团的服饰 我要再继续的去花时间 传福音 继续的花时间带门徒 然后呢 过了几年 我就burn out 而且burn out非常的彻底 就是没有力量做任何事 就很崩溃 然后呢 就是所以神就把我招回来 让我做一些呢 就是能够帮助我保持 心理健康的服饰 比如说呢 就是创作的服饰 那这个真的是一个 可以帮助我保持心理健康的服饰 如果我一段时间不创作的话呢 我就会感到非常的 非常的郁闷 非常的愤怒 非常的非常的苦毒 那基本上就是 嗯 呀 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 所以我会觉得说呢 因为 如果说我们在一个教会 不方便找到志同道合者的话呢 那在其他的教会 其他的宗派 是不是能够找到呢 因为其实我在过去 一直都很羡慕呢 就是 因为因为过去 我花时间做文学创作的时间 要多的多的多 就是跟 嗯 写歌相比 因为写歌是15年才开始的 然后 我就很羡慕呢 我所听说过的一个东西 就是 在历史上 CS Lewis 他所参加的团企 就是 他跟JR Tolkien 还有其他的一些文学爱好者 所进行的团企 他们呢 在那个团企里面呢 Lois信主了 然后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人的创作呢 后来让我觉得非常的 非常的感慨 对不起 就是 感叹加感慨 OK 我看到陈明说 他的创作欲没有高 那如果你有的话 你现在就会爆炸了 那你就没有办法做这么多的服饰了 所以呢 就是感谢神 让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能得益处 OK 那个 所以呢 我觉得 我们的华人 很缺这个东西 就是 如果说我们要读 基督徒的信仰为中心 的世界观为框架的文学作品的话 那我们常常需要去读一些翻译的作品 那我们到哪里去找呢 就是本来就是用中文写作的这样的作品呢 那我就会觉得呢 非常的盼望 有这样的作品呢 更多的出现 那我就很盼望有这样的团契 但是呢 并没有 至少我当时没有遇到 然后呢 我就处在一种孤独当中 而且呢 我自己呢 也在很大程度上呢 就是陷于精神上的软弱 包括addictions 就是上瘾 然后呢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呢 其实 如果有一个团契的话 首先它能够提供的就是 你发现你不是一个人 我说的你不是一个人的意思 并不是说你不是人类 而是说你不是独自一人 你是可以被理解的 你并不是在这样的事情上 怪怪的 而且是一个就是不好的那种怪怪的 那首先在这件事上 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和极大的祝福 然后呢 至于呢 这个团契在做些什么 我都会觉得说呢 哎呀 如果我说这个团契在做什么 都是第二位的 那我会不会又因为我分享的内容 过于呢 就是非主流 所以被禁止在网站上面播放啊 我觉得应该也不至于 OK 好 那我就会觉得说呢 团契和生命哈 在我看来是第一位的 因为呢 创作者 是很需要保持 鼠林和精神还有健康 就是说鼠林和精神 还有习惯上的健康 那我就会觉得说呢 就是 在这样的世上 对我来说 这是很大的收获 其实呢 在我参加了我们的团契之后呢 的这一年多的时间吧 虽然说我遇到了其他的挑战 但是呢 我的addictions基本上没有回来 而且呢 就好了 虽然说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好了 但是呢 他已经基本上不再搅扰我了 顺便说一下呢 我的addictions呢 是阅读影 就是阅读虚构文学作品 包括同性恋小说 所以说这个东西很搅扰到我 而且呢 就是让我有很大的罪恶感 并不仅仅是因为 花很多的时间去读 而且我也确实 花很多的时间去读 读到一个地步 就是不能上班 因为没有动力去上班 那我就告假 所以说呢 就是已经是病理性的 就需要医治 所以说呢 我就参加我们教会的 recovery group 就参加了一年的时间 其实就是去年的这一年 然后这个group参加完之后呢 他就结束了 但是呢 我也基本上没有复发 所以我就非常感谢主 因为我发现其实呢 就是我脑子里面呢 用来创作和呢 用来阅读这些虚构作品的 是同一块脑 就是如果我创作了的话呢 那我就不太会有那么强的欲望 去阅读这些内容 然后呢 如果我一段时间呢 不让自己创作的话 那我发现呢 我就会按内不住我的麒麟币 然后继续去阅读 所以呢 我就会觉得呢 可能每个人需要找到自己的 就是自己的点 你的弱点在何处 还有你的弱点要被神 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遮盖 你常常是可以找到一些健康的替代品 去替代你心里面渴求的 那个不健康的东西 是的 这个说的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 关于这个替换的这个概念 因为在Tim Keller写了一个书 叫做诸神的面具嘛 他说偶像是不能消除 只能被替代的 所以就印象很深刻 就是说你会有一个东西去替代掉它 当你被这种创作 这种创作的激情 或者是灵感充满的时候 你又觉得那些就都可以放下了 你找到了 你很有激情要去做的事情 就被这个事情充满的时候 这些其他的这些 不管是什么影 或者是怎么样的 其实都可以放 都可以放得下 所以就让我 就是让我又重新想起了 这个诸神的面具 Tim Keller面说的这个概念 我是觉得 不管是你 我相信现在 不管是任何阶层吧 可能它在世界上 成瘾是一个非常 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所以如何来 来来怎么样对付它 或者怎么样 我相信就是姚姐妹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非常好的方式 就是替换掉它 就是找到你自己非常的 感觉上帝就呼召 你要做这个事情 就找到它 然后你全心去做的时候 反而那些东西就放下了 你追求神的时候 那些就放下了 所以是非常的 非常的有感触 我这一点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神 我觉得有时候 就是我们所渴求的 一些不健康的东西 其实它变相反映了 我们里面真实的需要 这个需要还没有被神满足 神还没有 就是在这一个点上 跟我们像他所渴望的 那样子连接起来 他可能会提供一些 其他的方式 当我们不断寻求的时候 是超出我们所思所想的 我看到陈平在 查上面写说 打扫房间让圣灵进来 那我觉得说的很对 就是因为呢 之前圣经上有讲说 你如果说把你的 这个鬼赶出去了 然后呢 你也不做什么 然后呢 他带了七个更饿的回来了 然后又住在那里 那你的光景 就比之前更不好了 所以说呢 就是当我们把一个不好的东西 除去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需要呢 让神给我们一个好的东西 来取代这个形成的真空 嗯 是的 是的 OK 好 非常感谢分享 那我们在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是 应该有没有讲到第二期到第三期 没有耶 我用最后的五分钟来分享一下 最后五分钟讲一下 第二到第三期吧 嗯 对 因为呢 在第二期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这件很特别的事情呢 就是因为我们教会呢 换了新的牧师 新的牧师来了之后呢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宣告要在我们教会开始创作师工师工了 创作师歌师工了 然后呢 在这个时候我就洗大浦奔了 然后在同时呢 我也感到了一种撕裂感 和一种拉扯感 我就会觉得说 哦 那之前我觉得在我本教会 没有办法满足我的这个和别人一起创作的需要 所以我要到外面去寻求 那现在我们本教会有了 那我是不是就应该离开我们的社团呢 然后呢 就是我就这样子的 嗯 去思想和祷告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并没有很快的做出决定 在那个时候呢 我的一个权益之计 缓冰之策 而且也是觉得呢 我很有责任去做的事情 就是因为当时我在社团已经是核心同工了 所以我必须要去 先把我手中的 啊 活清理 就是我需要培训起来一个人 让他能够完全解我的班 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有了离开的自由 所以说呢 我就抱着这样的心态呢 继续了第三期 不过在我继续祷告的过程当中呢 神让我看到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在好几年前 那个时候呢 我们英文堂有创作小组 中文堂还没有的时候 我之所以呢 就是觉得我可以在中文堂搭建一个小组 就是因为呢 我在学习英文堂是怎么做的 然后我觉得呢 对我来说 当时我比现在谦卑 我当时就觉得呢 如果我不学习他们怎么做的话 我完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呢 应用在中文堂里面 所以说呢 我就去学习他们所做的事 并不仅仅是去为了我自己的创作 还为了呢 能够呢 汇集到我们的中文堂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我没有学到很多 但是呢 那个学习的心是非常真诚的 所以呢 到了现在呢 我就想到就是 如果我在我们教会搭建一个事工 而且我就是这个事工的带头者的话 我知道要做什么吗 其实我还是会感到茫然 我常常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把一个我可以学习 可以问问题的地方就掐断了 这是对的吗 其实或许这不是对的 然后呢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因为过去 我在我的宗派里面 是非常非常的comfortable 我并没有想要去走出我的宗派 去认识其他的基督徒 而且呢 当我过去这样做的时候呢 并没有留下很好的经历 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在再次的去这样子尝试的时候呢 我觉得因为也受到了一些严重的打击 但是呢 在那个时候呢 再次的我感受到神的医治 那个时候呢 圣灵就又给了我另外一首歌 不过现在时间因为有限呢 所以说我想呢 或许就不太方便 请陈明再找来播放了 然后我觉得呢 就在那个时候 让我知道说 神他并没有后悔 或者说并没有让我应该感到后悔 我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自己舒适的宗派 去认识其他的教会背景的基督徒 然后如果遭到了一些关系上的打击的话 就把这归罪于 哎呀 你看看 活该 就是因为你走出了自己的宗派 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然后呢 我把这首诗歌呢 写完之后呢 就分享在了我们教会的祷告团的群里面 然后牧师看到了 牧师看到了之后呢 就说阿门神给我们的护照和恩赐 他永不后悔 然后当我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 我觉得我心里就安定了 我心里就觉得说呢 我所做的决定并没有错 我所经历的事情呢 并没有后悔可言 呀 所以说呢 当时对我来说呢 就是这是我现在可以分享的理由之二 好 那现在呢 7点40整了 我想要不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 好的 好的 是 特别感谢 好 特别感谢姚家姐妹跟我们分享了特别多的这个心路历程 还有这个收获 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的有得着 我自己是很有得着的 是 好啊 那我们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 就到这里 那我们再一次 把掌声啊 献给我们的今天的来宾 姚家姐妹 赞美主 感谢主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中期的带导者 为我们带导 真的有点那种正式结束的味道啊 好嘞 好嘞 那可不是打的 好 OK 没问题 好 那个也是欢迎大家继续的来持续的关注 我们这个周二直播间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好 大家晚安 大家